各位觀眾 今天很早來到 這個時間通常我會來上品吃下午茶 性價比是高 因為雪糕紅豆冰 下午吃一個下午我比較少 本來本來打算叫七爺 七爺還未叫 不過突然出門後才想起才叫他 今天不叫他 做什麼事呢 其實呢 今天特地試這個午茶 其實這個午茶我是跟大家說過 但我沒有拍過 到底是怎樣的呢 你看見它是一至五而已 從星期一至五 六天是沒有的 它最主要是有看今天星期幾 今天是星期二 所以是可粉和豬手麵 豬手撈麵 我想看看是怎樣的 因為在這裏 我沒有幾次的光顫 譬如有時我們晚上打完牌 宵夜 吃下午茶 晚飯 他也邀請過我們吃晚飯 一個試食 都邀請過 所以我就實際拍給你看 到底是怎樣的 看完這個眼袖 因為我好像爭了這件事未拍 然後就 看你星期幾 逢星期幾有不同的 combination 其實以我來說 星洲炒米我好像沒有拍過 鹽魚這粒炒飯就 我一般的 應該是 新粥米 新粥米是挺好的 有一次是 有一次我們吃這個 好像是宵夜來的 宵夜來的 吃個新粥米 新粥米的米粉好 是不是我拍過 還是不記得了 接著就可能雞飯 可能雞飯還可以的 可能炒飯 沒辦法了 今天因為星期二 是這兩個item 不是隨便選過 先說明 今天也是餐館邀請我來試吃 我說 一個午餐有什麼特別 什麼特別 他說不是 我們的午餐有很多東西吃 所以很想介紹給大家 所以今天也是餐館邀請我來 再說說 VIP卡 其實如果在附近 這幾個月裡 跟著這一頭的街坊 都知道這一間 那個食物的性格比都挺高 特別在下午茶的時候 其他餐館如果 因為這頭沒什麼新開 我講的就是士雕 和Canada這頭 現在不是沒有人 其實 其實坐了人 我不敢拍到人 拍到人 所以就炒到角度這麼低 星期一至五 就十一點到三點 今天吃這個 如果是 知道了 如果是要飲品 因為它本身 就有了 combination 裡面有的東西 但如果你要飲品的話 就加一元 一元已經是包含了 你可以叫做冷熱飲品 冷熱飲品都是 都是這樣的價錢 一元 我們去買一到五個月 我們去買一百多元 眼下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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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看到師傅炒的時候的功架 我很喜歡拍攝師傅的路頭 因為當我們經常出去吃東西 是我自己覺得 當一些很普通的食材 可能是米粉 可能是可粉 加幾條芽菜 你怎樣能夠把它變成 一拿到你變成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痛 很想吃 就是我覺得這個神奇 所以譬如拍斬燒肉 我真的覺得斬燒肉是很有型的 很有型的豬肉 好 我盡量找到其他的 譬如煮粥 煮粥 你要看它由 早上起床 每個師傅一早起床 去煮 煮到整碗粥 其實是很難拍的 但是炒東西 我就覺得小炒 或者是一些 這個烤的聲音 我覺得挺有趣 趁現在 早上 不是太多人 我就很難拍攝 這裡 這裡 沒有盆菜 要在農曆新年才有 因為新年沒有盆菜 就是農曆新年 到時在農曆新年 我再看看 怎樣跟大家找些盆菜 盆菜 挺好看的 我覺得很開心 每個人都適合 吃好的朋友 吃底的 有些菜 有些豆腐 冬菇 吃肉的朋友 吃面的 有些雞 或者鴨 之類 所以我覺得盆菜 真是很少咸儀 我們先看看 這裡有一個 2023的跨年聖誕節 這個就是聖誕節 順便給大家看看 在這麼多的評論中 你們自己覺得有哪種 有哪種你自己覺得喜歡的 有哪種 有哪種 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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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頁 這是很多 很多款式 這邊看 我就看不到十多人 那種 這麼多 就算我和媽媽 再約一些朋友出來 可能都是四至六人 或者六至八人 這些 我們多機會會吃得到 是吧 你這樣說 譬如說 我們如果 這樣說 譬如我講的是這一份 這一種 羊腩煲我吃過 很好吃 因為它下料很足 冬菇 筍 很齊 都有菜筋 龍蝦有四磅 四磅龍蝦 有幾種做法 自己攪 整隻雞 咕嚕肉 有鱔 鱔 鱔 鱔很貴 鱔不會用急凍 一定是生 生 然後還有這個 黃子菇 爬豆苗 這個混合 有羊腩煲 應該蠻開心 另外 我喝過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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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湯 剛剛 喜歡喝湯 那個網友在這裡 喝湯 咧咧咧咧咧 各位觀眾 熙熙所說的 事不宜遲 出來了 那份 我看見的尺寸 就不是說 我們平時 看到我們一個 那隻 下午看到的 這個是比平時 小小小的馬來的 你看到 碟子都是長方形的 這個幾錢呢 真是吃東西 不知道 看看 這個是15.98元 你當是16元 16元就是有 乾燥牛河 有菜心 有一個魚肚 這個不是 這個是海黃豆腐羹 有沙律 有炸餃 在那裡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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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餃 看上去都幾精神 如果加一元 就有飲品 我當然會加 先試 先試何品 我剛才進去拍 不知道是否這碟 就是剛才那碟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已經是 他們不斷地出了 這些命令 今天午餐是這個 或者應該叫做Combo 這個Combo會有齊你午餐所需要的東西 有湯、有菜、有沙律、有餃子 這碟不是剛才那碟來的 不是炒那碟 很明顯這碟是剛剛炒起的 因為時差上我走出來再拍的東西 已經不是那碟來的 因為這碟比較熱 乾炒牛殼就是乾炒牛殼 但記住這個長方碟的尺寸 不是一碟平時的尺寸 這個大菜很多 大家知道現在買菜多貴 但是很奇怪 經常都是菜比肉貴的 每個地方不同 菜心很美味 這個 這個豆腐羹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蜆打得好不好 它有些蝦在裡 它有些蝦在裡 最重要是蜆打得好不好 如果你出的時候 其實只看不出 有時候放在裡一點 或者放在口裡 那天太大太糊口 令到你就不想吃下去 這個對 這個對甚至可能 就算你吃不切 待會稍冷一點 那個不會一塊 這個稀稠的程度 做得不錯 好 大家 有時候看過片 這次是餐館邀請我過來 我照拍給你看 我的嘴唇又不收 生果沙律 沒甚麼特別 你可以幻想到生果沙律是怎樣 那生果是新鮮的 吃下去不會有甚麼問題 那我去幾個地方開心 有了要吃的主菜 菜 這個 豆腐羹 然後有沙律 又試一下這個 炸餃子是怎樣 就這樣咬開的 一拍 也聽到它的聲音 它吃得很好 這裏面有些木耳裏面 好滿的蝦膠 不過加木耳我真的第一次見 有多有趣 那個蜜撞起來的口感 這兩隻蝦膠 不是這隻蝦膠 炸蝦膠 好好吃 很好吃 我覺得它炸功好 如果 它這次跟了到這裏 如果你平時見到它 任何的 combination 裡面 牽涉有炸蝦膠 都可以叫 因為我們上次 譬如下午茶跟那個 買那個special 三個幾 那個好像是炸水餃 好像是炸水餃 但怎樣都好 這個很好吃 它的蝦很彈牙 師傅的炸功很好 在我準備進入這個 炸好它的模式前 我看看清楚 有些甚麼還未說 牛肉 都可以隨手夾到 但我覺得牛肉方面 可以大條些 有些細條些 即是鎖刀 都是在廚房 執碼的時候 下爛的時候 師傅 在剁牛肉的時候 就不用 剁到那麼細 不過這裏只是一條半條 我只是這樣說 如果不是 大家又說我賣廣告 始終我們嘗試找出它的 優點缺點 在這裏 我順便叫一杯凍奶茶 因為加一元就有凍飲 真是 哪裏找呢 其實下午茶 就可以有雪糕紅豆冰 但這個特別的combo 午餐就是凍飲 凍飲的意思 當然是茶、咖啡 不包括紅豆冰 既然是這樣 我又試一杯凍奶茶 給你看 因為很多時候來到這裏 我就會叫了紅豆冰 連媽媽都很喜歡喝這裏的紅豆冰 剛才我未喝之前 我就問負責人 你這些凍奶茶行不行 她說 我自己沖的東西 我很有信心 現在告訴你 是可以的 因為奶也很香 茶味是有 如果凍奶茶來說 我給了85分 奶味夠 就平衡到味道 看著顏色也對 再加上 冰到這裏 不是太多 這適合我的風格 吃一下 看見 它又不是每天都 不是每天都 是海王豆腐的味道 有時是西湖牛肉 它真的有變 有時還用蟹肉 魚肚羹 大家真的要跟 我特別要和大家說 如果特別喜歡 有碗魚肚羹那類的飲品 好像這一天 有炸牛魚絲 對 這些是魚肚羹 是我今天是豆腐羹 這隻溫高華蟹 我曾經吃過 那次是用蟹化味的形式去做 他們入貨的蟹是超級大隻 如果你去超市 你都很難見到這麼大隻 它是超級大隻 而它說2.5磅是真的足 你看看有沒有其他你想吃的吃法 就是這裏可以選 各位觀眾 這個餐我終於都可以嘗試到 首先我說 其實這個餐 因為那個河粉 不是說 特別大那隻 這個尺寸一個人吃 就剛剛好 因為它再加上有2隻炸蝦餃 還有一些沙律 有些菜菜很多 有一個豆腐海王羹 這些東西加加起來 變成你對我來說 我都吃不完 我要打包 特別是河粉 還有菜 我現在打包了 如果你一個人吃 男士們 你都很勉強才能吃完 如果女士們 你早上會有少少要打包 負責人就說 拿了一堆橙給我 他說 設長人家拿些橙給太后吃 我說 這麼多我吃不到 我這個人又不吃生果 我媽媽就吃 我說 不如你給我三個橙就算 他說 很好 給你們試試 因為橙很厲害 而且現在外面的橙很貴 一百元箱 現在無論運輸 所有東西都貴了 所以 多謝負責人 我就拿幾個橙給媽媽 她是真的吃的 還有這個香蕉 媽媽是必定每次都會叫我買的 今次的消費體驗 其實如果是十五 十六元 十六元 如果加一元就有飲品 我覺得是好的 在現在的物價指數來說 沒什麼好挑剔 那些東西是好吃 讓大家有機會過來試試 這裏是相品